而受到台风的影响 26号晚间9点 吉安湘府新村以及永新村面临豪大雨 高压电缆线疑似被雷击中 导致将近1500户人家全部停电 而台电工程人员冒雨抢修 远景也赶紧到场维持秩序 经过抢修后终于在两个小时后全数复电 大雨哗啦啦的循序的下 但马路上黑压压的一片不是民众还在睡 而是整条街全部都在停电 这条电缆线断裂锤挂在半空中 而这就是停电的原因 台电人员赶紧前来抢修 人员再过来路上 我们来维持一下它线总的状况这样子 那它那个线总会掉是被砸到 应该是风在一起 就所谓台风进入台湾东部首当 其冲26号晚上9点左右 花莲捷安厢湖湖新村 永新村面临豪大雨高压电缆 现一次被雷电击中 导致将近1500户全部停电 远景工程人员都冒雨 前往现场墙收维持现场秩序 台风天还没有电 民众在家夜市 没了电只能拿家中的蜡烛才能勉强看得见 更是有人回到家才发现原来家里的电 缩新在抢修过后 终于在当天晚上11点左右 将近1500户人加走全数复电 但来线段内当下也没有车辆经过 釀成任何人员伤亡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下午夜市的一行花脸 长播到